小伙伴们 你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爷爷奶奶 整天忙忙碌碌的 养鸡养鸭 种瓜果蔬菜 幸幸苦苦一辈子 该享福的时候 却根本不会闲下来 然而今年很久都没有下雨了 勤劳的爷爷奶奶 每天都要挑着头 一勺一勺的给菜园浇水 非常辛苦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他们呢 今天我就教大家制作一个 不用油和电的抽水机 充本只需要 几包烟钱 用几个水管接头就可以做出来了 他能每天24小时不停的运行 把沟里的水源源不断的抽上来浇菜 趁着马上国庆假期了 花点点时间给爷爷奶奶制作一个 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吧 我们开始制作 先准备材料 两个PVC的指挥阀 两个PVC三桶 一个PVC万桶 再来两颗M6的螺丝 用剪刀剪几个五厘米长的水管节 再剪两块汽车内胎的橡胶皮备用 材料准备好了 开始制作阀门吧 首先把两个指挥阀拆开 取出里面的弹簧和阀瓣 接着用钳子剪掉阀瓣上面的突出部位 再用砂纸打磨 把阀瓣表面剪掉的部分打磨平整光滑 接下来用电钻在打磨好的阀瓣上面 钻一个M6的孔 两个阀瓣都要钻 接着对比阀瓣大小剪出两个一样大的轮胎橡胶片出来 并用铁管在橡胶片中心冲出一个M5的孔 接下来把橡胶片和阀瓣用M6的螺丝穿起来拧紧 串好过后 螺丝别拧得太紧了哦 要防止拧太紧橡胶片变形翘起来了 还要用剪刀把多余的边角修整平滑 这样阀瓣运行才能更流畅 现在把制作好的阀瓣装回去吧 摇一摇 检查一下能不能流畅的跳动 这样泄水阀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另外一个中心阀也装起来 这里一定要注意哦 这个有安装弹簧回去 刚刚泄水阀没有弹簧 一定不要弄混了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组装泵体 把三通和弯头短管用胶水粘起来 按照视频里面的样子 把没有弹簧的指挥阀安装到第一个三通上面 把有弹簧的指挥阀安装到弯头上面 这里要注意一下方向哦 注意看我少按压阀瓣的方向是连接弯头的 别接反了 接下来 找一个矿泉水瓶 在瓶盖的中间钻孔 注意别把盖子中间的密封圈粘坏了 钻好孔后用砂纸打磨一下瓶盖 盖子的外面也要磨一下 不好操作的话可以把盖子扭到瓶子上打磨 现在我们把打磨好的瓶盖刷上胶水 并把它接到另外一个三通上面 然后把这个三通和矿泉水瓶安装到中心阀上 也就是弯头上面有弹簧的阀门上 接着在两边安装上进出水的开关 这样一个简单的水锤泵就制作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安装使用了 不懂水锤泵的安装使用的小伙伴 可以看我以前发的视频 如果你的动手能力不强 也可以留言或者私信我 空闲的时候帮你制作做一个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的 小伙伴们觉得有用的话可以收藏点赞 鼓励一下我 我们制作的是小尺寸的水锤泵 所以容量不是很大 如果你用水量大 可以做个更大尺寸的水锤泵也是可以的 感谢您的观优 感谢您的观优